另外欢迎收看3月1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110年工业以及服务业普查实地访查工作 将在111年6月1号到7月31号全面展开 而花莲县府为了顺利推动普查作业 10号上午8点半 由副县长严新章、涮理秘书长饶中 以及多位局处首长主持花莲县工业 以及服务业普查处成立挂牌典礼 主地处全体同仁兼与会团结一心 其呼口号正是气 110年工业以及服务业普查实地访查工作 即将在6月1号到7月31号全面展开 为了顺利推动普查作业 花莲县府在10号上午由副县长严新章 率领着秘书长柔中以及多位局处首长主持 花莲县工业以及服务业普查处成立挂牌典礼 副县长严新章除了其免主席同仁们普查其严新脑 以及服务业的发展计划 学术研究以及业者改善经营方针的依据 希望能够多多配合 多多配合我们绝对是一个很好的调查对象 各位都近来美丽嘛 而且对于普查的这个知识尝试都是一流的 所以说请所有的工商普查对象的能够放心 能够配合对于我们的经济来着想能够更好 所以说今天我们花莲县政府成立工商普查处 然后等一下我们要接牌 所以说感谢大家的配合 也感谢我们所有工作同仁的六七月份的辛劳 同时也祝福在这个六七月份的这个 我们工商普查企业的工作能够顺利益满 让我们的这个工商普查到底来 而这是花莲县预计仿查两万多户 普查对象为县内从事工业以及服务业的企业 场所单位不论为工营或民营 公司组织或是非公司组织 已经登记或是未登记 只要设有固定场所之外 均涵盖在这次普查范围之内 记得转眼和视频道